请大家陆续进场 我知道我们休息的时间也很短 我们现在要来处理比较困难的经文 创世纪六章的一到四节 这里讲到神的儿子们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第三节讲到上帝很不高兴 第四节就讲到 就是古代的所谓的伟人 然后呢 这段的经文就 戈然而止 可是对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讲 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 这到底在写什么 神的儿子们是谁啊 然后这些伟人又是谁啊 那这段一到四节到底对这个圣经的 为什么摆在这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才四节 然后如果你读西伯来文的话 你的问题可能还更多 主要的是第三节 因为这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太明白的 真的不清楚 第三节一开头 这句话就充满了奥秘 让人无法了解 所以就在这几节当中 我们就有很多的猜测 有很多的问题 那既然是因为这不太清楚 所以当然学者就有各式各样的意见 在基督降生之前 就有一派 有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说法 他们说神的儿子们 就是堕落的天使 因为不知道怎么发生了 反正天上就有一些天使 就坠落到人间 然后他就跟人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跟人间的女子 娶人间的女子为妻 然后上帝很不高兴 然后他又说到 当时有很多的 这些伟人也在地上生活 其实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 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神的儿子们 这样的一个词 在圣经当中出现很多次 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 那个地方讲到 神的众子来到 上帝的宝座面前 然后这些所谓的神的众子 看起来好像是 上帝前面的这些参谋 在古代 他们觉得 这个神明应当是 都有一个参谋 是一个委员会一样 所以他们要 集体的来产生一个决策 那么神的众子 就是这些神圣的 参谋当中的一员 如果我们照这样的 一个试经的进入 那么我们就会把 这个第六章里面 讲到神的众子 把它读成是 上帝面前的那些参谋 但是到了第二世纪 第三世纪的时候 不管是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犹太的学者 他们开始对这样的 一个解释不太满意 因为这样的进入 实在是太神秘了 太神秘主义了 而且这个有很多 实行上的困难 这些天使怎么会 跟人间的女子交合呢 所以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 开始这个解经的进入 就开始产生了 两种不同的方向 基督徒们就采取了 一个进入 就是说这些神的儿子们 讲的应该是 赛特的后裔 因为这些称为 神的儿子们 因为他们是从 比较好的 这个普系出来的 然后呢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这个错误的 该隐的那个普系里面 去找老婆 所以这个地方 跟他们当时 所认为的 跟不信的 或是不匹配的人 结婚 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 之后的很多的 基督徒的解经家 就沿袭这样的 一个解法 可是 你用这种进入呢 也有问题 即使我们看到 赛特的后裔 跟该隐的后裔 他们的确是 走了不同的路 但是你其实读不出来说 赛特的后裔 就每一个都好 然后该隐的后裔 就每一个都坏 而且那个 那个时候 也没有说禁止 异族通婚啊 等等这些的规条 而且 也没有 经文也没有证据说 这两个普系 他们当时 是有怎么样的分别 所以就有人开始 质疑 这个会不会把 我们这个时候的价值观 强加在经文里头呢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初代的 二三世纪的基督徒 他们希望能够 能够突出一个重点 就是要有保持 属灵的纯洁 但是在同时期呢 犹太人的学者 他们又找了另外一条 解经的进路 犹太的解经家就认为 这神的儿子们 其实讲的是 一夫多妻的君王 就是娶了很多老婆的 这些君王 因为当时很多的国王都觉得 我们就是天子 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就是他们就任意的 在民间就招来民女 然后跟他们结婚 所以这个就是 变成一夫多妻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进入 其实也有他的挑战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多妻并不是非法的 多妻并不被视为 是违反了上帝的什么律法 所以在更早远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多妻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把这个神的儿子们 解释成是这些 娶了很多妻子的君王 其实也有他的问题 在比较近代的一些解经家 就说 也许是这个神的儿子们 讲的是一些英雄式的这些君王 那么这个进入就是说 国王统治者 常常是会自认为 自己就是天子 就是神的重子 我们如果找这个考古的证据 的确有很多的君王 他们是这样的字认为 比方说 加基米斯 加基米斯 加基米斯其实是在洪水之后才出现的人物 所以他应该不是跟这段经文同时代的 但是他是一个英雄式的君王统治者 而且他非常的魁梧 那么他觉得自己是有三分之一是人 然后三分之二是神 那么这个史诗里面就讲到说 加基米斯 他看到任何的女子 他就高兴 他就把她取来 这种做法并不是说 要建立一个后宫 这个其实是当时所谓的出业权 这个是讲到静东那边的一种风俗 任何的处女要出嫁之前 她的出业必须要献给这个君王 所以加基米斯这样的王 他等于就是任何的女子都要献给他 所以有人就猜测 这一段经文很可能 就是在描述像加基米斯这样的君王 我必须要坦白地告诉大家 我这几年来我的立场一直在改变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 有时候我的学生就会选这个题目 来写他们的论文 然后呢 他们就引用我以前写过的文章 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改作业的时候就说 对当时我是这种立场 现在我又变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四节 短短短的经文都没有很充分的证据 所以很难决定 有很多年我的立场都是比较接近第四个 就是按照加基米斯的那个史诗 看起来比较扎根于当时我能够了解的这些古代的文献 可是等我研究圣经的这些经文文本里面 讲到神的儿子们这样的词汇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又必须要遵循我自己一直在强调的那些解经的原则 也就是说一个字意 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当中他所出现的那些例子当中来归纳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神的宗旨在圣经出现的时候 讲的都是神面前的那些参谋的话 那我觉得好像要按照第一个那个解法 好像比较符合我的原则 那么可是这个 我不能够让我静待我对那些所谓的神话故事的这些研究呢 来挡住的这个去路 因为很多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 那个学生都一头雾水 说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你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问学生我刚刚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在解释神的儿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四个方向 那不管哪一个其实他们证据都不是很充分 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还没有提到我最近的研究当中发现的其他的证据 也许可以照亮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路程 期望不要太高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未来的半个小时 就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对于一个中时的一个解经家 我们的确需要上穷避落下黄泉 到处去找那些可以佐证的那些证据 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所说 这时候下的结论也不要看得太重 紧抓不放 因为以后可能又会被推翻 因为有一个笑话讲说 有一个牧师他如果对于一个解经呢 他别人不同意他 他就讲到时候就用力敲他的那个讲台 但是这样没有帮助 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 你的解经的那个说服力 就是在于你有多少的证据 所以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不要夸大 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已经定下了这些解经的原则 那么这些新的证据是指的是什么呢 有一些新的证据是 它是一个组合 就是有希腊文献 还有这个巴比伦文献的贡献 那么它是跟这边有两个字 一个是叫做阿布卡鲁 还有那个守望者 有关的 我待会讲阿布卡鲁就是圣人 那我待会再讲 那是后面的这个守望者我先说 在弹以礼书第一次出现所谓的守望者 在宁布奖尼撒的梦 就是梦见那个大树的时候 守望者在那里说 砍下来砍下来 那这些词其实在以诺书里面出现过 记得吗 就是他与神同情后还被取走 因为在两约之间有一个赤经 叫做以诺书 在希腊时代写的 这个以诺书的前三章 就是守望者 然后这三章里面讲到 那个守望者 他是把它等同于 创世纪六章的这个神的儿子们 然后这里面讲到 守望者的时候 跟六章的神的儿子们 有很多连结 很多相似之处 守望者这个记载呢 差不多在主前三世纪 以诺书的作者 他就把这个神的重子 跟他笔下的这个守望者 产生了一个关联 然后他把他们 当作是堕落的天使 这些堕落的天使 原来跟天庭 是有关系的 那么第一个解释方法 就是就在以诺书里面 找到证据 有趣的是以诺书里面 这个守望者 他又跟另外一群人 有一些关系 巴比伦的文献 称这一组的人物 称为 阿普卡鲁 以诺书里面没有用 阿普卡鲁 是巴比伦的文献 里面用阿普卡鲁 但是从他们描述来看 发现这个 巴比伦跟阿普卡鲁 他们做的都是 类似的事情 在巴比伦的文献里面 这个阿普卡鲁 讲的就是上古时代 那些圣人 圣者 那么巴比伦文献里面 这阿普卡鲁 都是从海上来的 那么他们从海上来 因为他们都是 海神 的儿子们 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们 他们从这个海神 那里来 他们从海神那里来 为了是要把文明 带给人类 他们带来的秩序 也会贡献 能够产生现在的文明 然后这些阿普卡鲁 他们这些圣人 他们的工作 就是作为国王的参谋 然后后来呢 他们又跟一般民间的女子 结婚 可是这样的一个通温 后来就使得人类 受到败坏 然后那个关联 又跟这个大洪水 有关联 因为差不多就是在 那个洪水的前后的 这个时间 所以以诺书里面 讲到守望者 然后他们都是在 创世纪六章里面 所定义的那个神的儿子们 然后巴比伦文献里面的 那个阿普卡鲁 所以这个以诺书 你要诠释以诺书的话 所以这个阿普卡鲁 就是那个神的儿子 也就是这个以诺书里面的守望者 如果我们手上的资料 只有创世纪第六章 还有巴比伦文献的话 我们就还不能够做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 主要是因为以诺书里面的记载 所以就让这个三者整个串联起来 你可以说这个以诺书 并没有漠视的权威 它不是正典 所以我们不应该受制于它 然后采取它的观点 问题是他们是在旧约的正典之外 最接近旧约背景的一个文献 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诺书 瞥见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怎么样诠释创世纪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 在诠释学上面的一个窗户 把这两个群体把它连在一起 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六章 然后把这两个的背景 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就是阿帕卡鲁 所以我们可以说 神的儿子们 就是这些阿帕卡鲁 他是从海神那里来的 那么他们的到来 其实就应当是代表神的同在 借着他们领导 他们照理说应当要代表 他们是这个神的使者 你当是要代表神 要跟人同在的这个心意 所以等于是他们是大使 被派来来象征这个神的同在 好像在说伊甸园以后 神已经不再跟人同住了 然后这个是B计划 圣经当中也有过几次的例子 在出埃及记里面 讲到金牛毒事件之后 摩西在那里带求 求上帝不要把以色列 从天下把他除灭 那上帝就说 好 我不把他们涂抹 但是从此以后 我不要跟你们同去了 我派天使跟你们去就好 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 所谓神的同在的这个B计划 我现在不跟你们去了 我派我的这个代表去就好了 当然摩西很勇敢 或者是他有点厚颜无耻 他说不行不行 你如果不去 你不跟我们同去 我们就不前往 所以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例子 上帝用这个B计划来给摩西 所指的都是在关乎 神的同在这件事 那么创西之记六章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节 事实上我们将来解释的时候 就跟巴比伦文献里面的 是非常的吻合的 而且我们不只是只有 巴比伦的文献 而且还有以诺书里面 来做强烈的佐证 当然这个也不是所有问题 就此解决了 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些亮光 来了解这个第六章 神的众子到底讲的是谁 那请大家把我刚提供的这些资讯 先放在你的脑子里 我现在再给你们另外一个 我的发现 好在这个赛特到挪亚之间 这个神的众子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点出现的 因为这个神的众子这一段记载 刚好是在第五章 这个家谱跟第七章 洪水下来之前的 那个过渡时期 所以似乎在暗示 在洪水来之前 有一段的时期 不过我想应该不是 在旧约的文献当中 有一个文学的手法 就是重塑 反复的重塑 给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在 创世纪第十章 我们明天还会来讨论 因为第十章开始就讲到 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谱 散汉亚福的家谱 然后他在家谱的 一个段落结束 总是会说 他们就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然后他就衔接到 第十一章 讲到说 天下的人口 都说一样的语言 你说等一下等一下 你刚刚第十章 家谱才讲说 他们各案各的宗族 语言地狱来立国 怎么这个时候又回头说 他们大家都讲一样的语言 这是一个口述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 叫做重述 就是先把这个家谱 这样好像已经伸到 历史的众生里头 然后呢 然后讲完了家谱以后 再把它拉回来 在讲到家谱开始之前的 一段故事 因为巴别塔的事件 应该是在挪亚之后 很快就发生了 并不是说 一直等到所有的 摩诺亚的后代 这些家谱结束以后 巴别塔的事件才发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 说故事的 回溯 反复的技巧 其实在 创世纪代 比较结尾 比较后头的 那个地方 也有类似的例子 比方说 在以什玛利的 家谱 已经讲到好几代以后了 然后又被拉回来 来讲以撒的故事 已经讲了以撒的后裔 又讲到好几代了 然后又拉回来 来讲雅各的故事 所以这个叫做 回溯 反复的回溯 这样的作法 在创世纪当中 不断的出现 然后 这些故事 这些叙事呢 常常是在 家谱之后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 谈过了吗 在 盖尹跟 赛特的 这个家谱之后 然后 我们又来了 一段的故事 所以我们应当 要认出来 这个神的儿子的 这段的记载 其实它是一个 就又拉回到 这个家谱的起头 也就是说 它在 重新的确认 这个 圣经的 这个文本 因为这个 第六章一节 讲到说 当人在世上 开始多起来 又生女儿的时候 这个人开始多起来 并不是一直等到 洪水之前才发生 因为其实在 在赛特跟 该隐之后 就开始多起来了 所以 这一段 讲到这个 这个 是让人多起来 发生的时间 就是在赛特 一直到 挪亚中间的 这个不晓得 多长的一个时间里头 所以它是要描述的是 在洪水之前 一整段的 一个时期的光景 而不是说 在那个很短的 一个洪水 来之前的 那一小段时间而已 有人就问说 如果这些 神的众子 神的儿子们 是那些堕落的天使 然后是他们 他们干的坏事 那为什么人要受惩罚呢 可是如果我们 把这个 这样一个回溯的 这个技巧 来理解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 它不只是 不是这几个 堕落天使的 做的坏事 而是 那一代人的 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 在这一长段 时期里面 这些 阿卡鲁 或是这些 或者这些 所谓的神的 种子 他们已经影响了 败坏了 那一整 整大代的 这个时代的文化 然后他们带来的 其实是一种 神的同在 是一个虚假的 是一个仿冒的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 人类堕落以后的 上帝的 B计划的话 那照理说 他们应当是要 在人类的文明当中 带来秩序才对 但其实不但没有 达到这个目的 反倒让这个文化 更加更加的败坏 然后社会秩序呢 就更加的混乱 所以上帝没有同在 反倒是这些 伟大的 这些伟人 还是巨人 横行在地球表面 所以这个都在讲洪水之前的 那一大段的文化当中的失败 那从这样的进入 它不但 它能够适应在 整个的文本当中 更好的是 介绍了这个 第六章的这个发展 而且在整个历史的 洪流当中 历史的进入当中 解禁的历史 也是一个 很有说服力的 然后在古代近东 他也说得过去 不过看起来 好像已经 各方面都 都可以胜出了 唯一的失败就是 我们还是搞不清楚 这些人 到底是 是什么人 不过这个 你的好奇心的满足 应该不是成为 我们解禁最终的 那个两尺 因为不管他是 真实的人物 还是形而上的 还是什么 我们即使不太明白 也不影响 他故事的发展 因为我们的 信仰的里程 并不依靠 这个事实的重建 我们所委身的是 圣经当中的 作者 叙事者 他所要传达的信息 我们不能够 重新把他 找回来 发现他 当时真正的 这个真相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凭着信心 来接受 这个叙事者 所说的 这些人的品格 跟他们造成的后果 在洪水降临之前 对那个时代 文明的影响 虽然我们可以有 无限的好奇心 想要知道更多一点 可是我们 还是需要 画上一个界线 让我们的 就到此为止 我们先接受 我们对当时的事实 我们很想把它重建 可是我们不能够 让我们的好奇心 这样无限上纲 因为我们的重点 要放在当时的作者 他到底想要传达 什么样的信息 当我教这个 圣经当中的 创世纪里面的 希伯来文本的 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在处理这些的经文 我们就去把 每一个希伯来字 都给它拆开 来检验 然后看看 有可能是 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就一起的哀悼 因为我们实在是 无能为力 花了几个小时以后 我们在那里 绞尽脑汁 可是我们对 这段经文的理解 好像跟 那个几个小时之前 也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你不会觉得 我们这样很浪费时间吗 花了这么多时间 然后都没有这个原地踏步 我跟他们的解释就是说 我们要用这个最困难的经文 来训练我们用原文解经的 这个过程 虽然结果是我们还是不知道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操练之后 以后有任何一个新的证据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 我今天所讲到这个 阿布卡路跟 Watchers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recursion 然后复述的这样的一个技巧 这些是对你们来说 应该是新的资讯 虽然还是不足 但是至少又再加强了 我之前一直在讲的创世纪这些主题 就是神的同在 还有次序 因为这些都是拼图当中的 一小片一小片 我要讲一个故事来结束这一段 然后我们看可不可以再多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有一个家庭传统 在平安夜的时候 我们全家会来玩拼图游戏 我们孩子都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来玩这个游戏 让他们暂时安顿一下 然后这样的一个传统 后来就不断的发展 等到他们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挑战那个 拼图是有两千片的 其实很不容易 然后后来呢 我们养了一只狗 然后那狗很喜欢在我们旁边蹭来蹭去 所以只要我们全家人聚集在这个桌子旁边 然后那个狗就会跑到桌子底下 当你很多人一起在玩这个拼图 然后当中很多散落各地的这个图片 然后有些时候那一片就会掉到地上 我们都找不到这个掉落的一片 一直到听到那个狗在那里 当我们到处在寻找这个失落的一片的时候 它已经被绞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就算捡起来 上面的图像也都不见了 然后只剩下一些 这个狗的牙齿的痕迹 所以等到 所以我们到最后 我们还是会把那一片拼回去 但是然后呢 甚至把它压一压 这个就是我在处理 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的那种感觉 我好像在拼图 然后觉得这样应该对 可是那个上面的图像已经不清楚了 然后呢 这个都一片的模糊 所以连这一小片上面的内容 都是模糊不清的 但是我已经比以前更有自信 这个应该是这样 我讲学以来 头一次在这边用这个拼图的 这个例证来讲这一段经文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成果 所以我手上还有一些的问题 你们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写的交上来 第四题它这个是这样问的 它说如果我们都要从这个 就是说从古代近东的文化河流 来读圣经 这是一个新的读经策略呢 还是现在已经流行 流行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其实我讲的这种方式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策略 其实在基督徒的整个解经的历史当中 神学家也好 圣经学者都很尝试要了解古代的世界 只是当时他们 其实他们手上可以掌握的资源 是比我们现在更少更少 因为这个古代近东的考古 是一直要等到18世纪 19世纪才开始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很幸福 因为在18、19世纪以前 好几千年的那些学者 想要想破头 想要知道的资讯都没有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策略是新的 而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来实际的 实践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资源 变多了 变得可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 因为有了这样的资源 所以现在很多解经家就开始会使用这些资源 所以它就变得不但对我们有帮助 甚至是变得不可或缺 第五题 它说请问在进行古代近东文化素材的选择时 您如何做选择 标准是什么 如果素材之间产生冲突 您如何选择 还有就是请问在古代近东 或以色列人的文化中 物质和功能的区分 真的那么明显吗 我们要怎么样取舍 其实是根据我们已经有的知识 比方说 你现在要跟人家讲话 你是怎么决定 你要怎么样潜持用字 因为你的脑子里面充满了 很多很多的智慧成语 当然然后你就从这当中里面 挑一个最接近 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来表达 那么这么庞大的这个 古代的资料 这个海洋的资料当中 其实当然就是靠你的 你的理解 你的背景的知识来选取 的确有时候会发现 他们这两个资料 好像彼此矛盾 比方说埃及人想法 跟巴比伦人也常常都不一样 可是很多时候我在用这些 近东的文件 文献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先看圣经 怎么说 然后我就问 然后我就问 那有没有跟圣经 记载这个类似的 这个近东的文献的佐证 所以我的进入并不是说 先把这个近东这些 海洋的资料 通通把它引进来 然后引到我的圣经里头 我反倒是我在这些 这些资料当中 我去选取 有哪一些是跟 我的圣经的 明显的文本当中 是比较能够相合的 那有时候 这样近东的文献 或是资料里面 根本找不到任何 跟圣经可以相呼应的 我已经讲过 比方说血迹 这个古代近东 其他的那个 献祭系统里面 通通找不到 我们即使只读 以色列的文献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 无法在近东找到 那个相呼应的文本 所以这是大致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这两天的课程 那我想他至少有几点 非常值得佩服 第一个就是 他实在是一个 说故事的高手 不管是房子啦 家啦 911啦 50岁啦 或者是最后这个拼图的故事 那很少听到有人讲古近东 大部分人都全神贯注 没有人打瞌睡 非常厉害 那第二点当然是 他在古近东文献上面的熟悉 事实上呢 我发现他还似乎是 很刻意的少提了 免得太多的名词 文献的这些标记啦 等等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困惑 但是他把古近东的文献 以及一些相关性呢 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第三点很佩服他是 特别是刚刚创世纪 第六章的这个例子 讲到处理经文的困难 各式各样的诠释的可能性 以及似乎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 对一个学者来说 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态度上面的谦卑 特别是对于在学界 有名望的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 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猜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Walton最主要的论述是 圣经的作者非常重要 上帝透过他们来启示 为了要读懂他们所写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作者 在他们的文化合流当中 他们思考 他们表达 那我们为了要了解这些宝贵的信息 我们必须要采取投身其中 了解他们的文化合流 那我想这一点呢 大概在他这两天的演讲当中 非常清楚地表达 我对他个人处理文本的部分 稍稍有一点点不是非常满足的地方 我觉得他处理文本的部分不够细腻 文本才是主角 我们手中的圣经才是真正 我们需要理解的那个标的 古静东的这些文献 字意的研究 文法的结构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工具 工具是为了要我们 可以把解释圣经的这件事情 理解文本 所要表达意义 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在他的演讲当中 我有点觉得 古静东似乎 好像那个部分一出现 似乎经文的诠释对他来说 好像完成了大半 我觉得也许那才是开始而已 毕竟文本才是主角 如果文本是主角 那上下文的文脉 应该是我们诠释最重要的钥匙 大概是所有神学院的学生都 一天到晚听到老师们重复讲的话 就是 context is the king 你需要上下文 那各位如果回想在这两天的演讲当中 我们不太有机会看到他处理上下文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早上谈到创世纪第三章 第十五节 我们的proto evangelion 他提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不应该被视为是胜利的应许 或者预言 那因为他说 蛇呢 虽然这个 他的头被女人的后裔给伤 事实上是击打 击打了 所以呢 大概小命难保 不过 女人的后裔呢 也受了击打 所以呢 似乎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场景 我还蛮惊讶 他没有用三章十四节 来作为理解三章十五节 最重要的根据 因为那是立即的上下文 而且两句非常明显的相关 第一个是 神对蛇说 你受咒诅 比一切的身处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用肚子行走 用终生吃土 其实是古静东的文献里头 常见的表达 用来描绘 在战场上面 打败仗的这些人 他们的命运 他们如果 当然不是所有打败仗的状况 都会发生这样子的惨无人道的事 但是的确 在战场上面 比较残暴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把打败仗的这些战俘 就让他们全身赤裸 然后趴在地上 然后这样走 匍匐前进 这里的语言 很明显是战争战败的语言 所以说三章十五节跟胜利 没有太大的关联 对我来说 很难说服 我猜也许是因为时间的缘故 它没有办法有比较细腻的处理 但是我有点觉得 至少在这两天的听讲的过程里头 类似这样 比较细腻处理文本的部分 把古静东的材料文献 带进来之后 接下去你才开始 那个解经真正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部分 似乎没有太清楚 我想举第二个例子是 第一天 谈到这个约旭亚记里头 使日头跟月亮停住的这件事情 他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很简单的说了 他说因为日月很长 在古静东拿来做占卜 所以约旭亚不让他的敌人 在那个时候有机会进行占卜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祷告 跟上帝的作为 可是如果你回头看 约旭亚记第十章的经文 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解释在那里 似乎很难帮助我们真正 发现经文的意义 以及事件的状况 约旭亚在做这样子的祷告之前 其实耶路撒冷王所带领的 迦南联军已经打败仗了 第九节开始说 当约旭亚中叶上去 猛然临到那里 约旭亚时 他们指的是迦南联军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约旭亚在激变大大杀败他们 追赶他们 击杀他们 他们逃跑 然后大冰爆 从天降下 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各位你觉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需要占卜吗 从圣经的故事 从古静东 我们发现在战场上的占卜 如果有的话 都是战争发生之前 战争发生开始之后 已经来不及了 战争之前的占卜 求问神明 或者是以色列人的求问神 非常常见 扫罗去找尹多尔的女巫 大概是最有名的例子了 所有其他的方式都失败 最后不得已只好去找女巫 大魏找先知 把以福德拿来求问 都很常见 连雅哈王都求问 那都是在战争之前的 告诉我说 这是在战败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已经 跑得没有时间思考了 这个时候要停下来 用日月来占卜 我觉得放进那个上下文 非常非常的不合适 那日月显然 或者说 祷告 求神 使日月停止 显然有其他的含义 这个部分 把古静东的占卜 带进来 一点都没有帮助 我们解决这里的问题 另外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 但是在讨论创世纪的部分 Dark Watson似乎没有把创世纪里头 那一个很重要神学的信息 呈现出来 大概我们所有的人 读创世纪 我们都会很注意到 其中人在堕落之后 那个罪的影响 或者说 死的权势的发动 在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当中 蒋元的理解是 这是 该隐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 来寻找那个所谓的次序 而他的方法 其实是 是失序的 是脱序的 是把他的弟弟给杀了 我觉得 把该隐 杀人 谋杀这件事情 视为 他是要尝试建立次序 有一点太 过于美化了 我会认为 是那个 罪的权势 发动之后 人 就算愿意做好 也做不好 的那样子的状况之下 造成 那个 失序或脱序 而不是 人有意识的 要 建立这样子的状况 在经文里头 大多瓦等提到 那个献祭的部分 他 说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的献祭 为什么 该隐的就不被怨纳 亚伯的就被怨纳 这个部分其实我还觉得 就希伯来文的部分 应该是可以再往下 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 因为 经文的确花了时间告诉我们 两个人都拿自己所有的 也都是拿一些 可是 两个人的这一些 一个部分 该隐的是没有描绘的 亚伯的部分 却是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的纸油线上 如果这一些 字词 在整个故事里头 其实它是 无关紧要的 我们还得相当程度的怀疑 作者 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干嘛 这样他变成了 虚字最词 在整个故事的理解里头 它是没有含义的 我不认为 我认为 在这里头 其实有相当的讯息 不过 没关系 我们回到 Dr.Watton提的 献祭是一种 建立关系的 动作和行为 那在第四章里头 其实 他告诉我们 如果讲建立关系 应该最好的建立关系是 人 要跟神建立关系 所以本来第四章 一开头应该是 一个高峰 一个高潮 因为在失落的世界里头 人仍然想要和神建立关系 可是这样子的结果 带来的却是 两个最亲近的兄弟 一个被杀 那个关系的破裂破坏 所以经文我会认为 非常明显的在描绘 在强调 那个最进入世界之后 在最高贵的动机上面 都有可能带来 最恶劣的结果 这个显然是 经文里头 很大程度要强调的 很可惜我没有觉得 这个在里头 有太被发掘 如果我们再多说一点 我大概会讲 除了一些神学性的信息 没有因为古静东文献的代入 而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之外 我大概还会多说一个就是 很可惜 好像我们也没有太看见 整本书创世纪 作者的设计 如果我们是要进到 古静东的文化河流 来理解这个作者 所以我们希望了解 他的文化情境 他受到哪一些观念的影响等等 各位当他现在坐下来 有意识地写 他对神的理解 神创造的心意等等 我猜对诠释圣经来说 如果整本书有一些 固定出现的一些修辞的策略 那应该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可惜是 我们有听到他在第一天 一开始提到那个修辞策略 可是在细部经文处理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见这个部分 被使用出来 我会认为 亚当夏娃的堕落 该因亚伯的故事 以及接下来 拉麦的那个夸口 和第六章 我们刚处理的一到四节 这四个事件 是非常有意义的设计和连结 除非我们掌握这个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或理解 为什么一个一开始 创造的神 会成为一个毁灭生命的神 一定会有一些事情 是需要介绍和交代的 很可惜我没有太清楚的看到 那我自己有一个 另外一个小小的意见 就对于今天处理的部分 在讲到第四章第五章的家谱的时候 Dr. Walton相当程度认为 第四章这个该因的家谱里头 提到的这一些艺术啦 工艺啦建筑啦等等这一些呢 他采取的是比较负面的解读 我很想跟他说 这样子的推论呢 是没有证据的 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说 这里头没有上帝的参与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这么单纯的假设 因为这里没有提到上帝的参与 所以他就是负面的 从整个经文的脉络里头 似乎我们还可以 argue说 其实他应该被正面的理解 怎么说呢 该隐的刑罚 是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原来的问题是 他有一个弟弟 现在他更受宠爱 他的表现似乎更好 所以在关系上面产生了张力 或者因为嫉妒 或者因为其他的理由 这个部分对他造成了 可能是苦毒 可能是怀恨等等 然后最终引到了谋杀 神给该隐的这个刑罚 其实很大程度是针对这个问题 这个在我们的圣经诠释学里头 我们称它为poetic justice 那是神所给你的刑罚 其实是针对你的问题 该隐的问题是关系上面 当别人比我好的时候 我没办法忍受 怎么办呢 上帝告诉他说 如果你这样 你就一辈子流离飘荡在地上 你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 因为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 你就 你怎么办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到处去踩石 减石为生 另外一个状况呢 是你跟其他的人做交换 你得在人际关系上面有突破 你才有可能解决你生存的问题 金文杰他去告诉我们说 结果该隐呢 他去建造了一座城 他定居了耶 各位 这其实很像亚当夏娃 他们犯罪得罪神之后 上帝虽然给他们一定程度的刑罚 但里头也仍然有恩典 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治理这地的这一些使命 或者说特权 并没有被夺回 跟该隐的状况是一样的 顺着这一条线要说 接下去的这一些 也许我们会说 有一个不好的祖先 该隐 他的后代呢 大概也都命运很凄惨 可是你发现 他们也有上帝的形象 或者他们的作为 也有上帝的赐福 神恩待这一些人 这一些人在关系或次序上面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在乎次序的话 所有的艺术 所有的文明 所有的公义 它其实都是某一个程度的次序 跟智慧相关的 我不觉得在第四章里头 我们一定要把它负面解读 选择负面或正面 必须要解经背后的control 在今天Dr. Walton所解释这一段的时候 我并没有太多看到他的control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觉得他把我们现在 在旧约研究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些工具 方法或概念 介绍得相当的好 所以非常谢谢他 把时间给Dr. Walton 让他对我所说的有一点回应 我对刚才胡老师回应以后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说的 谢谢胡教授的这个回应 至少他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让我们发现 这个解经上面的下的功夫 总是还有一些可以再更好的 有时候我们的确时间的限制 有些时候是我们缺乏这个洞见 所以其实最好的是 能够在一个群体当中 一个community当中 一起来解经 因为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 所以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解经 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步骤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样的讨论当中 其实可以更激发我们的热忱 如果我过分地强调 这个古代近东的这个处境 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上下文 或者是神学的主题缺乏尊重 我其实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文学性的 这个重要性把它呈现出来 因为明天最后一堂的时候 我们就会谈到神学主题的重要性 也谢谢你给我 跟我们提到三章十四节 也就是在十五节之前紧接的的经文 上下文 我同意这个从十四节那边看到 那个蛇的确是被制服了 不管是从圣经直接的这个经文 或者是说古代近东的风俗 那个战败的人受到羞辱等等 但是我讲的重点 其实三章十五节似乎不是在更进一步的阐述 那个战败的状况 而是在强调 虽然十四章讲到这个蛇已经被打败 可是还会有后续的 还是继续处在这个征战当中 因此我在讲的时候 这个我说的是十五节里面 其实强调的是 继续不断的那个张力 而不是说给更多的战胜的一个要点 也谢谢你评论约书亚记第十章 就是太阳的那个停住的意向 我说的并不是说 这个占卜是在战争以后做的 但是我也可以猜测你 为什么会这样的结论 比方说刚刚讲的好几个结晶家 三位 他们其实是说 这段经文里面 他同样的故事其实讲了三次 第一次的讲这个故事 提到 然后第二次的是讲到太阳跟月亮 那第三次是在那个乘胜追击 去追那些敌人 那么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么怎么样解释 那么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技巧 其实日头停住 其实他又是又拉回到 故事的起头 所以当约书亚在做那个祷告的时候 事实上战争还没有开始 那么的确我承认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相当的复杂 然后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 那么我最后一个回应就是 关于罪进入这个世界 这个神学主题 我当然不会反对 这个罪的这个主题 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个 迫害性的效果 那么在过往的这么丰富的 这个基督教遗产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这个罪啊 这些神学主题的呈现 那么我再回到今天早上 我讲的那个911事件里面 那个消防队员拉国企的 那个雕塑这个比喻 一个叙事者可能会强调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叙事者可能强调另外一个重点 那么我总是很享受 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我们一些看法 所以谢谢胡老师 大家可以 谢谢 需要我们继续 没有 我还有一位 但只会一位 我还得一位 我还得一位 Do you answer until when to be able to answer some more questions? I've got nowhere to go 我們可以到五點半嗎? 如果你要再走就先走好不好 因為好多問題都可以回答 可以嗎? 歡迎你要走就先走好不好 我們到五點半去吧 We'll continue to 5.30 No.7 No.7 這邊有一個這是昨天提的問題 就是 第七條是用英文寫的,它說古代的人民到底是怎麼樣來觀察某事或某人 他們是怎麼樣來理解所謂的破壞秩序,比方說上帝為什麼要創造蛇。 我想古代的人也好,近代的人也好,他們其實都知道什麼是有秩序,什麼是沒有秩序。 比方說戰爭總是破壞秩序,我們也知道家庭如果破裂,那個秩序也會被破壞。 比方說人際的衝突也會使得這個秩序破壞。 古今中外,我們都知道秩序被破壞是一個怎麼樣的光景。 所以其實要看到這個秩序破壞造成的影響等等並不難。 所以他們看創世紀第三章,那個蛇出來以後造成的效果,我們也知道蛇是在破壞秩序。 那麼至於要回答說上帝為什麼要創造那條蛇。 或者是把它擴充一點到一個比較通用的一個問題,就是上帝為什麼要創造那些有可能會破壞秩序的生物呢? 在一個世界的整體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好的那個時代。 可不可以破壞秩序的這種潛在的因素其實很多。 如果當人他想要生養眾多,要遍滿地面,要治理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被賦予的一個挑戰,就是他們要使這些會破壞秩序的能夠就範,以至於秩序可以建立。 所以如果人他們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是很成功,而且做對了的話。 那麼他們就要抗拒,或者是把這些會破壞秩序的把它降伏。 所以要記得上帝本身並沒有創造這個脫序。 那麼無序是在整個所謂的創造過程之前的狀態。 因為創造是要把秩序帶進來。 我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那位同學的問題。 為什麼在該影的那個家譜當中沒有記載他們的年齡活到多少歲,但是在賽特的後代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在賽特的那個家譜當中在隱含 隱含說它是一個比較有秩序的狀態。 然後講到他們生活的歲數。 我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這個敘事者他是怎麼樣選擇的。 但是不見得我們每一次解釋都會成功。 所以我沒有解答。 就是他的問題說你講到那個 speech and action,就是 locution, illocution, and perlocution。 用這樣的這個概念來應用在解經上面。 這樣子可以嗎?合法嗎?合適嗎? I'm always careful to tell my students that I deal with speech act theory. 其實我每次用到這個演講理論的時候,我常常就會很小心地告訴我的學生。 我自己不是一個演講理論行動的這樣的一個理論家。 我不過是借用他們的一些所創出來的詞彙來作為我要呈現的這個,來呈現我要講的這個主題。 I find that concepts like illocution are helpful to describe communication as a whole that everyone experiences. 那麼我用illocution這個特別是要突顯在溝通這個過程當中,說話者的那個意圖。 and so while I may not buy into the full linguistic theory of speech act, 所以我雖然不是說全盤接受這樣的一個語言學的理論。 I find the terms useful. 但是我覺得他們創出來的這個什麼illocution啊,locution這些詞彙,對我要講我的主題有幫助。 Is death part of creation? God intended. 死亡是不是在神創造之中? You go, oh, that, okay, you got it, covered it, okay. In a not fully ordered world, yes, death was part of it. 在一個還沒有完全就緒的這樣的一個世界,的確死亡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麼一直要到這個新創造或是新天新地的時候,這個死亡才會被吞滅。 那麼當我在講新創造的時候,我並不是說回到伊甸園原初的狀態。 那麼我同意剛才那個N.T. Wright還有那些人的這個觀點。 因為他們的這些學子的觀點是說,我們其實是在一個進程,是前往新天新地, 而不是回到以前伊甸園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期間,死亡的確是一個無法避免的。 他在這個還沒有完全就緒的一個世界。 Richard Middleton has recently proposed that we need to think more seriously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rtality and death。 那個Middleton他就強調說,我們應該要更謹慎地來處理這個會朽壞性,人是會朽壞的跟死亡等等這樣的議題。 我其實不太清楚他所謂的這個朽壞性跟死亡,他到底是有做怎麼樣的區分,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那麼Osporn講到說這個墮落之前的死亡。 那麼他書裡面有講到一些很不錯的這個,一些看法,一些動見。 生命樹,只有人可以吃嗎?動物可不可以,特別是我們的寵物。 要跳得很高才要摘得到。 我想這個有一些可能會傷了一些人的心,不過那個聖經的經文其實到那個地方為止都不是在處理寵物。 而是講到上帝把生命賜給人。 不是賜給貓。 因為聖經的重點是在人類,不是在動物。 。 請問你如何協調古靖東的這些思想或詮釋跟旧徒的解經不同的地方。 我誠心地相信如果我們要做一個中性的解智者,我們就必須要廣用各樣我們可以得到的資源。 因為過去在解經的錯誤,很多就是因為缺乏古代靖東的那些考古的證據。 所以其實他們也無可選擇,因為當時這些古代靖東的知識他們並沒有。 那麼現在這些資訊已經我們都可以脫手可得,我們就不應該說我們從心裏面產生一種抗拒, 只是因為過去從來沒有人好好的用古代靖東的資料。 記得在宗教改革的時候, 他們就很強調說我們要用希臘文、希伯來文來解經。 不應該只有用拉丁文,雖然拉丁文已經主導了一千年。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改教家他們所用的解經的工具,這個原文,是在他們之前不常被用到的。 我們應該很感恩就是這些人敢於創新,而不是說他們之前的人都沒有人用過原文解經,所以他們就不用。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做一個有負責任的,然後用我們現在我們可以取得的這些資料來做一個忠實的解經。 我們鼓掌謝謝 Dr. Walton。